接下来介绍电导电极的测量 电导Sensor如果放在空气中的话 这边是不会出现数值的 您要放进代测液中才会出现数值 电导在测试之前请确认保护盖的孔洞 有对准Sensor的U型孔 以确保水疗可以顺利进出并测的准确的数值 电导我们有分成测淡水或测海水的电极 这支电极的系数为K等于10 所以它是测海水的 首先我们要先设定电导电极的系数是正确的 按住设定和单位按键进入设定模式 这支电极的系数是10.61 所以我们设定10.61后 长按设定按键储存 短按模式按键可分别进入温度系数 和TDS系数的设定 确定都没有要做任何调整后 再次按设定按键和单位按键 出现ESC会回到正常测量模式 那接下来我们按设定按键和校正按键进入校正模式 这边您可以看到这边1359 这个是淡水的校正模式 那我们再短按一次模式 这边有出现一个横杠 表示说您现在进入的是K等于10的校正模式 那现在我们先将电极清洗干净 电极清洗后擦拭干净 我们放入K等于1012.88ms校正义当中 那第一次校正我们会建议 使用者先做恢复原厂校正值的设定 按住设定和单位按键 恢复原厂设定值 RFS表示已经回到原厂校正值 待数值稳定之后 我们在长按设定键 进行校正 那我们说明书的 这边有一个表 可以去对照温度和校正液的数值 校正完成以后 您再按一次设定和校正按键 退出校正模式 然后现在您就可以放进待测译当中 我们短按模式可以看EC的数值 TDS的数值 以及炎度的数值 以及炎度的数值 这边 你看 还是 明镜 是啊